最幸运小鲜肉 林心如产后付出与他 大唐子弟练林心如产女后身材恢复神速 最近开始付出出席活动 而在八大的新戏 我的男孩也预计将在五月开拍 九日男主角人选出炉 以狼王子受到瞩目的张先锐 却凭重选 张先锐透露 得知将机掩盖戏时 正在牙医诊所看牙 一接到通知 男演兴奋心情 当下忍不住大叫 记忆 我可能不会爱你 妹妹 等金钟剧后 八大与金钟编剧徐玉婷 再度携手合作 我的男孩 剧情描述相差十岁的子弟恋 林心如说 起初接到邀约时 一听到是玉婷姐的本子 就立刻跟经纪人说我要演 当时连剧本都还没看 他表示 之前就非常欣赏编剧的作品 他总是可以写到女子的心灵深处 因此非常期待这次的合作 张先锐也说 自从看了 妹妹之后 一直期盼着可以养到徐玉婷编剧的戏 没想到这么快就成真了 超开心 得知女 主角是林心如 张先锐形容心情 非常非常紧张 曾看过前卫的作品 情深深与茫茫 京城八十一号 但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她一同演出 她形容 心如姐就是很有气质 温柔 是大家心中的林傅平女神 虽然紧张 但抱持着学习的心态 剧离开拍前还有两个月 林心如与张先锐一碰过两次面 林心如说 一开始见到先锐 就觉得她很贴近剧中角色 可以是男孩 也可以是男人 非常有弹性的演员 她也透露 剧中她跟男主角的互动 有好笑幼稚的情节 我的男孩 在卡斯接幕后 团队名单出炉后 海外地区版权 学梦度高 林心如坦言 压力不会没有 但其实是我自己 对自己的压力 反而不是外界给予的压力 和女人是非多与观之灵 能否做回朋友 刘嘉玲 地区拉刘嘉玲 今晚出席 光 影 香港 吕梁梁伟画作慈善捐款发布会 她套路中意艺术 收藏好多画 还想学画画 她抱老公梁朝伟 最近学画油画 并已完成首幅 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 被她视作无价宝收藏 今日三八妇女节 问嘉玲在伟仔面前是否女王 她突然有感而发说 女人不应求人保护 要自强 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 对女人的负面评语 有争有都来自女人 可能出于妒忌心 CB最近听到是非 是非更有 每日都存在 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 现在心脏已好强壮 无所谓 看到负面的时候 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 有无受伤害 无 只是换另一个角度 对自己 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 无可能完美 作为公众人物 要以身作则 是否建议之前 观之林的说话 嘉玲说 观之林 我无建议 我 好了解曲心情 是否可以做反朋友 递取了 时间可以解决问题 看古剧机 自报之范 是无种老婆玩手机 我会 立 住取 古剧机早前 接受TVB 娱乐新闻台 StarTalk 访问 分享与太太陈英雪 Loreen的婚后生活 她表示婚后 努力在工作 及生活上去平衡 吃饭时会要求 大家放下手机 连Loreen也不能破例 鸡仔说 古太一拿手机出来 我就会 立 住她 画她还不放低手机 谈到生日计划 鸡仔说 等上天安排 大家也 很期待 不如帮忙集气 也许成功 我没想过生仔还是生女 能有小朋友 以恒感恩叹女人是非多与观之灵 能否做回朋友 刘嘉玲 地区拉刘嘉玲今晚出席 光 影 香港业 吕良伟画作慈善捐款发布会 她套路中印艺术 收藏好多画 还想学画画 她抱老公梁朝伟 最近学画油画 并已完成首幅 以植物为题材的画作 被她视作无价宝收藏 今日三八妇女节 问嘉玲在韦仔面前是否女王 她突然有感而发说 女人不应求人保护 要自强 不过好多时会听到女人 对女人的负面评语 有争有都来自女人 可能出于妒忌心 喜利最近听到是非 是非刚有 每日都存在 以前我听到会不舒服 现在心脏已好强壮 无所谓 看到负面的事后 反而会对自己要求更严格 鞭策自己向前的动力 有无受伤害 无 只是换另一个角度对自己 人可能有自己的问题 无可能完美 作为公众人物要以身作则 是否建议之前 关之林的说话 嘉玲说 关之林 我无建议 我 好了解 去心情 是否可以做反朋友 递取了 时间可以解决问题 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